东京奥运星期日闭幕 为港队历史性赢得空手道 同牌的刘慕祥将会担任 闭幕礼辞其手 今届东京奥运星期日 便会曲中人山 闭幕礼将会在新国立竞技场举行 香港代表团宣布 由日前在空手道女子个人营 拿到同牌的刘慕祥 担任辞其手 很开心和很荣幸 很多谢奥委会给这个机会 让我可以在我人生 唯一一届奥运会 去体验做次旗手 和出席门礼 空手道是今届奥运新增的项目 但三年后巴黎奥运就会被剔除 有些不懂空手道的人 都因为我而第一次去看空手道比赛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港队代表在今届 已经得到一金、两银、两铜 一共五面奖牌 是历届最好的成绩 港亭契奥委会说 今次奥运令更多人关注运动员 背后的辛酸故事 希望政府将来定出更明确的体育方向 包括如何培育运动员 长远来说我们如果是 家里都支持那些专业的运动员 有商业的参与 还有体育变成企业化 我想将来的更长 政府希望可以拨多些资源 给我们第二梯队的运动员 都可以有机会多些出外去比赛 就可以将成绩逼出来 和将他们的水平提高到 去到国际水平 至于终结会 港业契奥委会就说正是在筹备中 无线电子机就在中策希报道